好了,东京改装展逛了两天了 腿快要断了,逛完了 但是在腿断之前还是要看看 这个东京改装展旁边的这个停车展 因为呢,就像去看赛车跟看改装展的人 一般都是开着改装车来的 所以来看看这个停车展有什么奇妙的车吧 哇,首先这里看到一台 不是僵尸车啊,这个车牌是全新的 它就是刻意做这种旧化的一台 应该是日产的那个什么LAURO的那款是 LAUGEL啊,不知道什么读 LORO 但是反正呢,就是这种比较复古的风格 但是里面的东西都是非常的昭和 这本来就是很普通的,不是做成这种旧的 做成那种旧的,它就是好的喷的 不是吧 就是在日本呢,你会发现所有的KCar都长成一个样的 就是这个短车头 然后挡风玻璃非常的竖直 然后面呢,就尽量将这个空间留给车厢的部分 对不对 所以就好像我们国内的那些电动车呢 驱同进化之后,大家都长成特斯拉的样子 而在日本呢,是所有的KCar 只要你是那种家庭取向呢 最后就会长成这个样子 最后就会长成这个样子 Artesa就是日版的IS200 它从美国在逆输入回到日本之后呢 它换回风田标之后 它的名字就叫做Artesa了 Artesa还有一个版本呢 就是用那个3SG1 然后是非常高转速的200匹的发动机 自然进气200匹 那个就是RS200了 所以其实IS200这个平台上面呢 有三款不同的车 高端的玩家最后就会玩到 RS200的那款YAMAHA的发动机上面去了 不是以JZ吗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 两JZ是IS300 但是两JZ装了呢 这一部车很蠢的 车头又不走 接着波箱又爽 这一部是什么 好鬼正 很少女啊 这个车你看 就是所有都是这个MIFI 2 拉平 不知道什么牌子 不知道什么牌子 触及到我的知识盟去了 这部车是什么 你用三名LINK 你也不是打算买到日产LINK 对了你特色LINK 你也用过了 说子弹仔 这一部就是姿态玩法的CRX 本身CRX这款车就是很低矮的 然后呢 它的造型就是那种口胚 尾巴又切断的那种感觉 所以整个姿态就非常漂亮 Spoon的后视镜啦 然后Wordmeister 这个是SC的轮圈啦 而且是这个两片抛边 哇好好看 这么搞都 是吧 漆面也比较的不错 哇 他妈的 这个就叫做坐在地上开车了 以前的车的坐姿又低 又把它搅拌了之后就是这样子 哇 好有范儿 车出了之后 Cliu JDM Yes 哇 胃头轮胎啊 啊 没有啦 几好啊 胃头好胎来的 超正 哇 有没有平成ABC的B啊 我之前也说了 平成ABC里面的B呢 就是本田的B 啊 这部 这部车小到呢 只要你一换队同椅 就向下车都很困难 于是他就装了一个快拆的方向盘 啊 继续继续 哇这里的86BRZ 还有什么E爆这些车呢 在国内可能是比较少见 在这里这里就是看到人都麻木了啊 麻了就不看它 这个应该是WARIS的宽体的一台R35 哇 这也太帅了吧 就是WARIS的风格 就是它会在宽体上面挖很多 没有实质意义的洞 能挖洞就挖洞 啊 你看它前面这个更夸张啊 就能挖洞就挖洞 特别的离谱 挖完之后 虽然没什么实质的作用 但是真的是帅 你看 你看帅死了 帅惨 哇这个GTR 那边有个400C 我觉得400C从后45度角看过去的样子 真的是特别的复古 特别的像第一代的ECET的那种感觉 就是大溜背然后基盖很长 尾灯呢也是返回了那个年代的那个设计 这款车呢我又得到了内部的消息了 说是不会进 所以就只能靠平行进口了 好吧 哎 不过说白了进了 它又能够卖到多少呢 对不对 不计是对的 就是 什么所谓的碳排放这些东西 就让这个车进来卖不好这件事情 体面一点了 啊 好了快下雨了下雨了赶紧撤退了 重演 哇这里的人的那个快拆真的是用的 真的是拆方向盘的 FN2啊 怎么可能在日本看得到一辆FN2啊 这个是非常不JDM的车 这不就是英国的本田在英国的工厂 连发动机都是英国的整个车 是从英国进口到日本的一台本田甲胎吧 啊 大舅哥来了我都是这么说的 大舅哥当年还问我就是FN2 这部车好不好 我就跟他说很好 因为这个发动机呢 它牺牲了高转的爆发 但是中间的那一段尤其低扭呢 它会很平顺开起来 非常的不错 啊 这些是K20A啊 首会点啦 记得看看什么叫K20A 啊 试一台 就是又有那种复古JDM的那种人机工学 但是同时又有一丢丢 欧洲车的钢炮那种精致感的一个集合体 所以大舅哥买了之后也觉得不错啊 没推荐错 耶 哦 用了PS5 这个胎应该它也是看了我的视频 然后装的啊 我一看到这些高顶的这个海狮啊 就会觉得这个就是一个AV车 就在里面拍 暴露了什么 好了 差不多了 剩下的车都是一些非常正常的车 但是呢 东京改装展给我的感觉 就是一个非常与民同乐的一个盛会 有很多外国人来 包括我们也是外国人 对不对 然后呢 也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是协家带口 带着小孩子 带着太太一起来看 有的太太就说 我觉得那个轮圈的颜色好好看 就是装我们自己家的车应该会很棒 哇 对不对 就这种很很好的气氛 好了 刚刚呢 就简单跟大家在一个停车场里面看了一下 日本的这个汽车文化 那接下来还会有其他的关于东京改装展的节目啊 大家呢 记得关注我 然后点进我的首页里面就会看得到啦 好 拜拜 隔了 我自己的健康